不少民众喜欢在家里种植盆栽 作为装饰 不过如果家中有饰养毛小孩的话 恐怕就要注意居家植物 是否对他们有毒 或者是要放在毛小孩 无法接触到的位置 受医师就提醒 像是百合 金针 可能就会造成食欲不振 呕吐和腹泻 严重者甚至有死亡的情况 施主千万要小心 每到逢年过节 不少民众会买节气花朵 盆栽种点家中 不过有些植物如果被猫咪误食 恐怕就会造成中毒 高球动物医院院长英鸿元就提醒 像是百合 金针 万年钦等 可能会造成毛孩食欲不振 呕吐或腹泻 严重导致昏迷 急性肾衰竭 甚至死亡 家里面的百合花 或者是百合花之类的 同一类的植物 像金针花 还有包括万年钦这些植物呢 不要被猫咪跟狗狗吃到了 这些是对他们是有害的 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 有时候小朋友吃的巧克力 喂给狗狗猫咪吃了以后 他们会造成中毒的现象 我们发现在过年期间 因为宠物跟着主人大吃大喝 吃得很好 然后这个食物都太油腻 所以消化到的症状 包括胰脏炎这些问题 也是过年期间常发生的问题 受医师提醒 如果家中有毛小孩 一定要注意哪些植物对他们有毒 或者摆放在毛小孩 无法接触到的位置 若不胜物时 建议立即就医催吐 也提醒家中有小孩的四组 避免将巧克力等油腻的食物 喂养给宠物 造成肠胃不适 引起胰脏炎等疾病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造